各位請坐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有一首歌 歌名叫聲 一開始就說 閉氣雙眼睛 心中感覺清靜 聽過沒有 在將開眼睛 怕觀望 觀什麼 觀望前程 接著歌詞就說 沿途是奇路 我方向微明 我不見朗月 看 為我迷途 只有聲 究竟聲在哪裡 在上面 在下面 還是在哪裡 剛才聽到在那一篇經 面致舊約的 伊撒亞先之書 雖然間 面對耶路撒冷 和聖殿被毀滅 以色列人 他們仍然相信上主的許樂 上主是不會騙他們的 即使在他們感到最悲傷的時候 先之仍然繼續這樣說 震動萬民 使得萬民的珍寶力 我必使這個電雨 充滿著榮耀 而天主介入的日子 將會令到人難以忘記 照耀耶路撒冷的光 和照亮普世的真光 是來自粵語節 從這一天開始 普世人類開始朝聖之旅 面向上主的聖山 朝向被選的子民的團體 就是教會 就是建立在山上的城 為使世人能夠開始這個和平的皇國 這是一個標記 所以主顯節的意思就是上主顯現 在東方禮當中 這個節日的重點 不是來朝拜耶穌的言事身上 而是在耶穌的誕生 即是聖誕節 就是光明顯現的節日 因為我們西方的羅馬天主教會禮 當中聖誕節 是在12月25日慶祝 而今天這個主顯節 是慶祝上主的光明 顯示給萬民 以及邀請普世人類 回應上主救恩的邀請 昨天下午 在這裡閒 三點鐘 在禮儀當中有個執事 恩執事 現在是恩神父 趴在這裡 就趴在這裡 被捉成為 這個神父 在完之前 他也派了一張單張 有不同的內容 不過內容 都是取自 這個格林多後宣 是他 在我們各種的磨難當中 上安慰我們 為使我們能夠以自己 由天主所親受的安慰 來去安慰那些 各種困難中的人 這個是這個恩神父 自己的心腦歷程 在昨天完之前 他也表達 他說我來自天水位 他說我來自一個 暴力的父親的成長之下成長 他說我一個不快樂的童年 他很勇敢 講他的處境 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感覺到天主 召叫他 他說縱使他自己 好像散了 他用的字眼 是支離破碎 不過既然上主召叫我 如果我不回應 可能我會終身遺憾 所以變成他一般的人 在修院七年左右 星神父 他已經十一年 過程裏面 比其他人更加困難 不過他在昨天的致詞裏面 表達 很多人幫他 有些林尚心理學家 陪伴他 幫他再找回自己 如何能夠治療 以及在修院裏面 得到很多人的一種榜樣 所以在過去這段時間裏面 他自己感覺到 這份的安慰 是上主親自藉著不同的人 這份的安慰 所以他感覺到自己有使命 去安慰其他的人 所以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不是一個漂亮的文章 是講他自己 作為一個人 被促成為神父 當然他是屬於香港教區 任何一個神父 不只是屬於教區 是屬於所有人類 是天主的光 光照這個人 簡算這個人 是為了整個福音 是為了整個人類 而獻出生命 所以我們要珍惜 每一個神父 看到他們的使命 是非常之偉大的 在第二篇讀經裏面 這個只額不索人書 耶穌時代 很多人認為天主 會通過一些很特別的神秘 直至來自天上的奇蹟 來使人認識天主 不過在剛才的讀經當中 聖寶獨中途證實 認識天主的傲備 的途徑跟我們人所想是不同的 認識天主的傲備的思想和計劃 不是通過神事 而是通過宣講者 通過中途 通過基督徒團體 就是那些從天主接受了禮物 可以明白天主傲備的人 聖寶獨中途他強調天主的傲備是甚麼呢 就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 天主對阿巴朗和他後代所做的許諾 不單止對以色列子民 而是通過他們向所有的人的許諾 因此宣講福音是非常之重要 而藉著基督天主顯示了 外邦人都同為繼承人 是天主救恩的受益人 跟選民一樣 同為一個身體 所以這個第二篇讀經告訴我們 天主向外幫人顯示了自己的光明 有些人問我 上星期去哪裏 特別是小朋友 以為我失蹤了 其實是我家人籌備了一年多 繼續幫我慶祝進度四十周年 我們整家人 二十六去到了新加坡 去了新加坡 整家人籌備有三十四個 即是全部自己家人 最小的兩歲計最大的 差不多八十歲三代人一起去 特別我十兄弟姊妹 全部都可以去完 這個很難得 我們第一站就去到這個新加坡 那個主教座堂 我們一起唱《日間經》 唱《日間經》 唱《日間經》 還有有一段時間 我叫他們 大家靜一靜 去反思一下 為天主給你們的小家庭 有什麼恩寵 去感謝主 或者整個大家族 有什麼恩寵 去感謝天主 因為任何事情發生 一定是好的 是可以幫助我們成長的 是可以幫助我們更加認識天主的愛 之後呢 剛好那天都是我爹地媽媽 即是天順的爹地媽媽 現在 他們的結婚周年 我們都很感謝父母 我們一起 面向聖體一起祈禱 感謝天主 有這麼好的父母 接著我們吃東西 玩那個方面 之後呢 上星期聖家節 我就在新加坡 整家人聖家 一起舉行彌撒 很有意思 在彌撒當中 我們感覺到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使命 就要守護自己的小家庭 守護自己的家庭 這個是天主給我們的使命 這個很重要的 完了之後呢 大家很充滿恩寵 回來 沉澱了之後 每一個人都在群組裡面 講一些的感覺 和一些的反省 其中有一個侄子 他就說呢 整個過程裡面 特別他有兩個小朋友 幾歲而已 他感受最深 因為呢 這兩個小朋友 也都使他們感受到 家人之間的親情 因為他看到 有幾次呢 大家分頭一些的 不同活動的時間呢 這兩個小朋友 多次說 我想快點 找回自己的親人 我想快點找回自己 見回那些親人 可以說 觸見他們這些小朋友 對家人建立了一種愛護 和信任的關係 感受到家人的重要性 原來生命呢 真是影響生命 生命都可以豐富生命 在馬路呼音當中 馬路呼音 所說的聲神 究竟在哪裡呢 那個聲 他們所說的 不是在上面 聲在聖經裡面 馬路呼音 當時的讀者 他們對舊約 聖經內容是很熟悉的 他們在這裡期待著 特別他們期待 在護自己裡面 所記載的那個聲 第22章那裡 聚述言士們從東方看到這個聲神 福音作者想說的 就是從雅各伯的苗瑞當中 出現了一位 人所期待的墨西亞 其實他就是耶穌 他就是那顆星 我們要對這顆星 要多點默想 和告訴我們的親朋戚友 告訴他們 這顆星不是在天上的行星 而是耶穌基督 在馬曹中誕生的耶穌基督 能夠照亮所有的人 我們知道馬路呼音 大概書成是公元後的80年 而當時其實有很多外邦人 已經加入了教會的團體 和認出耶穌基督是救世主 和朝拜主 不過猶太人雖然他們很長時間 等待這個救世主 不過他拒絕 承認耶穌基督就是救世主 這段福音最述是一個譬喻 是初期教會團體當中 正在發生著的事情 外邦人他們懷著誠懇 懷著堅忍的心去尋找 從天主以來得到的真理 他們找到了 相反那些猶太人 他們不接受耶穌 到今天仍然是等待 他們所說的墨西亞 賢西亞 現時所奉獻的這些禮物 是很有意思的 黃金是指 承認耶穌基督是君王 與香可以說代表 朝拜耶穌的神聖 而抹躍是代表耶穌的人聖 而這些的確也都在後來 耶穌基督在如雨的奧跡當中 在十字架上面也都呈現出來 耶穌基督是君王 祂是天主子 祂也都分享我們人性 所以教宗最近公佈了 以後每一年的上年期 第三主日 叫做天主聖賢主日 不巧我們香港人 今年是年初二 但很有意思 因為整個聖誕期 就說耶穌基督是天主子 祂就是聖賢 所以我們最近有兩本書 他都會推出的 有一本叫做《喜樂之源》 一本叫做《每日聖賢》 是幫助我們認識聖誼 教宗鼓勵我們不單止認識聖誼 閱讀聖誼 要宣講 還有這個跟合一很有關係 因為基督教他們都是 以聖經為一個重點和基礎 還有我們說 猶太人他們都是 以這個舊約為基礎 所以當我們說 閱讀聖經的時間 都有合一的味道 而過這幾十年裡面 每一年的一月的十九至二十五號 就是基督徒合一祈禱 所以便有當我們進行 這個回應教宗呼籲的時間 都有這個合一的使命在 所以我們不單止停留在個人層面 都看到耶穌基督預言我們 在基督之內聖言當中 怎樣能夠有這份合一的使命 所以今天三篇的讀經 亦都給我們有三點的反省和回應 第一 主顯正的意思是上主顯然 這個節日慶祝上主的光明 它顯示給普世萬民 但是亦都邀請我們繼續去回應 將這個喜訊傳開去 所以讓我們不要只滿足自己有這份信仰 我們要繼續努力去介紹給我們其他的親朋戚友 使我們都能夠分享耶穌基督的救恩 第二就是聖保禄中道強調天主的毋職 什麼叫毋職 就是說救恩是為一切的人 所以藉著耶穌基督 天主顯示外邦人 即是我們都同為繼承人 是可以分享天主的救恩 同為選民 同為一個身體 所以教會裡面可以有不同的職務 但是沒有高低智慧 大家都是兄弟姊妹互相補足 彼此豐富對方的生命 富有一個傳福音的使命 我們不需要跟其他人比較 最重要是我們怎樣能夠欣賞 天主在每一個人身上的工作和使命 第三 年事們成為世上所有讓基督的光 帶領人的象徵 他們教會的象徵 由不同的民族、種族語言所組成 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都可以 能夠保持自己固有的文化和風俗習慣 普世教會可以多知多彩、可以多元化 再富有的人也有需要其他人幫助的時候 再貧窮的人也有可以奉獻給其他人的禮物 讓我們去珍惜我們這份信仰 因為主顯然不單止為你 都為所有的人 如果我們需要留下 我們要求大家 請問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